大家好 欢迎回来《芒向编辑部》的小星芒新闻节目时段 今集有我许散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今集回来讲的话题就与那些黄友和黄猪仔有关 你也知道他们小小事就很兴奋 或者他们觉得现在612四周年过去了 6月16日本来他们四年前的当年今天是200万加一大游行 为什么大家今天去看黄鸭准备宽宋去拜拜 很多不同的事情就觉得衰月如飞 四年的抗争有什么好消息 还是一直走着呢 或者他们未完的心愿 就算不能够实验五大诉求 港独等等 制裁到李家超 释放黎智英都是开心的 看到徐少华 占中十死事里面的第一个逃兵 现在这些垃圾落到英国 然后大放厥词 说自己是意见领袖 这些生知传媒人不知所谓 我们的昨晚 即6月15日晚上 他出了个帖 我笑得真是抽筋 他说不知给什么反应好 还没想到 开始先走 我看为什么有什么高兴 欧洲议会大比数通过 撑香港的决议 促请要尽快制裁李家超 释放黎智英 你记住 这是欧洲议会 不是欧盟 他是不是老了 欧洲议会是否当欧盟 但是那群的黄猪仔 可能只见欧洲议会 不清楚是什么 就已经觉得很厉害了 首先说清楚是发生什么事 话说 刚刚15号的时候 通过了一项支持香港的决议 除了说要释放黎智英之外 也说呼吁欧盟的理事会 去制裁特首李家超和一些中港官员 其实这次不是第一次了 是很多次的 欧洲议会玩这件事 但是欧盟是完全没有理过的 就算你多大比数 还是鸡比数 都是不会理你的 欧洲议会有欧洲议会做 欧盟不理就是不理的 怎么大比数法呢 就483票赞成 9票反对 42票就弃权 所以就说一致通过了 不单是黎智英的 还有就是说 其他行使言论自由和基本人权的民主派人士 撤销对他们的所有的指控 这些很明显是姿态多于实际 你都知道是没可能的事 不是你们说我欧洲议会 然后通过了之后 再叫欧盟欧盟这样去说这件事出来 或者施压也好 或者这样那样 说什么都好 你觉得有没有这样的必要呢 是吧 很明显是一个扯猫味的行为 被人感觉上 欧洲议会的立场都是撑香港的民主 当然这些什么香港的民主 都知道他没有力了 即是阿耶阿尿 如果你知道他实际不凶什么出样 做不到什么出来的了 即是在现在这个时刻 因为有个港区国安法 由乱到治 那你不断叫支持这帮人 但是你这帮人不断都不会做事 即是形势的情况也不会有所转变 也不会说有什么暴力事件可以再搞出来等等 你说得多也不用带来的 就是等于这样 你见到有个人不断地说 喂 打他 动他 是我就不忍了 不如看看这个人 整个恶霸的 整个人渣的 可能那人不是的 你忍他 我就不忍了 动他 缩头乌龟 那你讲完 你讲到怎样都好 对方都是不会动手的 或者两边都不会有什么动作的 但是在旁人来看 你就好像很厉害那些 即是不畏强权 这些恶霸那些 但是你就会保持君子 也都不会叫做动手 只不过鼓吹对方这样做 这些人相当之奸诈 正所谓 杀军马者杜旁二 旁边鼓吹 你一定是赢 一定是赢的 或者都见到没有输 都没关系 那很搞笑 这个决议也点名提到周恒彤 何俊仁 甚至乎地图炮 连港区国安法 都要促请特区政府去废除它 又再说那些什么 苹果日报 立场 哇大佬 已经陈归陈土归土了 这些人 还拿出来说呢 这些人闷不闷点 已经很久了 即是什么黄之锋 何秀兰 那些什么政治犯 又说他们等候审讯 过程很漫长 一般都会被长期的激压 处境相当困苦 黄之锋说他自己有 还押的时候 甚至乎现在他那个 爆警员的私隐的案件 也不是说他坐很久 也被他认罪 对不对 然后也提到 他们肉中的什么受苦 例如绝食34小时来悼念 六四的前支联会副主席周恒彤 就说你看看他 他不吃饭 来悼念六四 这个是他自己的决定 他自己不吃的 哇收起他的饭 这些不要乱说 所以这些欧洲议会 不知所谓垃圾 然后还说这个何俊仁 他生cancer的 竟然被无理撤销他的保识 好惨啊 深切关注 玩我啊 这个何俊仁 你自己就走去 找赵家然的老婆 就叫他传话 督灰还督灰 记住啊 跟自己的良心说 类似这样的说话 你自己就去挑剔 赵家然也是督灰狗 虽然你这个何俊仁 都是狗的了 狗斗狗的时候 你也要看看那只狗 是不是阴阴湿湿 一定怎样才行 你这个狗咬狗 语人无由 然后还说这个欧洲议会提到 港区国安法 跨国界 这样可以去 抓人 告人 什么东西 看来说到很搞笑 所以说 呼吁当局要废材 还有停止所有阻碍新闻的工作等等 也谴责国家方面 企图针对在欧盟的香港僑民 谁啊 针对到谁啊 黄台阳啊 国际线那些啊 你不要胡说 所以说 呼吁所有的欧盟成员 各国都好 暂停 和中国或者香港有这个叫引渡条例 那这些呢 真是彩你都生臭糊 那我们看着 这些欧洲议会 其实 过往来说 整天都拿香港出来说的 因为欧盟的运作是一个很大的组织 那记住哦 欧盟的理事会是由这些不同国家的元首去到组成的 那如果欧盟这么多的国家里面 有一些的国家是和中国的关系比较友好一些的 谈得埋的 或者没有什么的争拗的 或者都不是你那么多的 没有什么的对立啊 什么制裁啊 或者经济方面的贸易方面 互相之间的火花啊 甚至乎什么民主什么差的 不是那么多话说的那些呢 如果在这个欧盟理事会里面反对的话 或者不能够达到一个共识的话 这样的话 这个理事会就不能够作出相关的决定 那如果不行的话 那我们放上欧盟有什么好说呢 甚至乎叫为了香港 刚才提到的那些什么黎智英啊 周恒彤啊 李卓人啊 黄之锋啊 何秀兰啊 或者这些那些什么 还押紧的人啊 坐着监的人啊 提了这些人的名字出来啊 我自己都不懂 或者都想笑啊 那何必呢 要冒着这些的风险 要去为这些人 而影响到自己国家 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呢 这个没意思的 虽然就说呢 他们见到 或者呢 说了这么多次都没效了 但是很有趣的哦 这些国际线呢 仍然呢 都会有一个精神病性利法呢 给自己呢 去到开脱 就是觉得呢 是有用的 就是呢 我跟你说一次不行 说两次 说三次 四次 五次 六次 这样呢 都会有一个压力 给到你的 就是对于欧盟来说呢 某程度上 是会慢慢慢慢 加大压力 令到呢 大家要保持着 那个愤怒 或者保持着 香港人的问题呢 那个走向究竟是怎样的 来到逼到欧盟呢 总有一天 会实际有些行动的 就是就着什么人权 民主那些呢 就要向国家也好 向特区政府也好 去问责 就是呢 他们有一个这么不切实际的幻想 是吧 就是那个女孩 明明都不喜欢你的了 都叫了你死心的 甚至乎都不骚你了 说了的了 或者甚至乎不理你的 你情人节送花给他也好 生日送花也好 还是怎样都好 扔掉它 你知不知道 总之呢 你不断说 每天就在Whatsapp那些 传你早晨 吃了早餐没 天气冷 穿多件衣服 天气热 记住呢 茶防晒 那你可能天天都在说 天天都在做这些东西 但是呢 他是从来都不理你的 成年有多了 可能几年 都不顶的 他不理你一件事 可能你还会觉得 我慢慢日积月累 对他的感情 对他的关注 总有一天 就是这个就叠加出来 总有一天会感动到他 现在呢 即使这班人 觉得这个欧洲议会 能够有这种效果 其实欧洲议会 说回 很多很多年前 这些徐富华 理论上来说 欧洲议会的 岁数 是大过徐富华 我不太记得 他好像60岁 那样的 徐富华 这些徒兵 因为呢 就是在1958年 3月左右的时候 就成立的 如果那个发展 还有那个变迁 那就真的 好长 好多了 那我们这里 就不会说 慢慢地和大家 细说当年 简单来说 虽然 他们是由各国的代表 所组成 最初是不具规范 各个会员国的 限制性因素 但是 欧洲议会 在有限的权力的基础上 然后在这么多年的 年年月月里面 那个变迁里面 逐渐扩张了他们的 立法的权限 所以 就致力成为了一个 具有民主议会资格的 共同体的 立法机构 当然 这个改变 或多或少 是这帮制度的 创建者 都此裂不及的结果 当然 他们里面的 成员 都说 会继续邀请一些欧盟的成员 加入他们这个议会里面 目标是要组成一个 反中国权威的联盟 也挺瘋的 这群人 笑到肚子都捞了 他们当然觉得 这个决议很振奋 要求特区政府 尽快作出回应 否则就为时以晚 他们担心肥佬礼 也算是坐到死了 这就得淡少了 我想最多最多最尽 特区政府出声明 去澄清 这些简直就是抹黑 为什么呢 全部这些人的定罪 或者那个审讯 拘捕 或者甚至乎是什么 本来就保释了 有还押的何俊仁 这些 全部经过新闻媒体的报道 也都带过他上个法庭 或者其他不同的审讯 全部可以有法庭记者 可以有你们的黄媒 进去做采访的 整件事都是在阳光底下进行的 你竟然说到欧洲议会 还说什么叫放隐 你都瘋了 简直是对香港的法治的浅踏和侮辱 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怎样看 我就觉得每次看到这些 简直就是对法庭所有的工作者 不单止是一个法官的 所有的相关的人员 去到律政司 甚至乎代表他们的大藏也好 还是怎样都好 都是一种极大的侮辱 你只是说我们是乱来夹起来 今次先说到这里 那些国际线就不要来抢光环 不关你们的事 可能又会说 是不是因为我们倡议成功了 叉议了这么久 不过你说是不是真的叫放人呢 当然他们做不到什么 就唯有喊生 希望借这些 爱国势力的口去喊出来 即是你们喊这些 真是比狗肺 好了 今次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